长榮航空劳资双方协同交通部跟劳动部代表全部到场 在罢工投票后正式开启第一场会面协商 在长榮航空的飞旋 我们的底薪只占我们全薪的22% 所以所谓的六个月的年终奖金 只有一个月稍微多一点点而已 双方争议从111年底就开始 长榮航空机师想争取调薪20% 提高外站津贴到每小时6块美元 以及诉求禁用违法外籍机师 先前一共进行过四次协商会议都未取得共识 1月22号工会正式取得合法罢工权 预计在春节前后发动 预告期只有24小时也引起旅行业者反弹声浪 我们所有的饭店 因为是春节期间饭店也都已经预定出去了 所以说只要一票变更的话 说实在是难上加拿 目前各家旅行社团体机票都已经开到3月份 工会理事长坦言就算提前一个月预告 根本也难以应变 以春节六天出团高峰 一天一团来计算 每人成本五到六万 一团出估二十人 业者亏损都是百万元起跳 只能喊话双方可得好好谈 目前没有方案 我们无法谈判 我们无法协商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公司真的实际上提出一个对等的这个方案出来 下一次如果公司能够提出具体的对案的话 那我们下一次预定开会的时间是在下个礼拜三 双方协商初步结果只停留在意见交换 下次会议三十一号之前 长榮航空必须提出具体对案 才能有所进展 三十人最后报道